好 大家好 很高兴 今天能够再跟各位分享 目前整个普洋茶界最夯的所谓的红印 一瓶从几千块的台币到目前一瓶超过三百万 那么很多茶友就一直很想了解 到底什么样才是真的红印 那么今天呢 在几万人的观看五指红印的认证下 很多茶友希望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再跟各位分享什么叫做老红印 好 很高兴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什么叫老红印 这一桶超过两千万 今天呢 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两千万的红印是长成怎么样 所谓的两千万 目前一瓶大概是台币三百万以上 也就七十万的人民币 七十万乘以七瓶一桶的话 就是七七四百九 也就大概五百万人民币 五百万人民币超过两千万 想看吗 它就是长成这样子 这一桶 它已经不是圆桶 那我已经把这 这一桶红印七瓶 我让各位可以简简单单的可以看得到 红印分为六级 分为六种 它就从1938年到1967年 这将近二十年所生产的红印 跟各位看一下 什么叫做红印福尔茶 好 就是这样子 这七柄红印 述说了二十年的历史 第一柄红印就是这一柄 像这一个 这就是1949年之前的老红印 各位可以注意看一下 它的纸质特别不同 而且它的印刷的颜色是属于珠砂社 这就目前超过四百万 也就是七十八万人民币的老红印 一柄茶三百五十克左右 好 那么像这一柄跟这两柄 这两柄红印落差可能有二十年 这一柄是粗字体的红印 这一柄是细字体的红印 也就是1949前后 这两柄红印 目前都一样是大概是六十到八十万的人民币 好 那如果去判别所谓的红印呢 分为有子红印 无子红印 初期 早期 后期 初字体跟细字体 好 那今天呢很高兴的就跟各位分享 什么叫早期红印 这个就是早期红印 好 像这样的早期红印 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红色很明显的 如果跟这个比起来的话 它的红色明显比较珠红色 而且它的字体比较粗一点 这就是属于早期的红印 这真的很想一打开 我现在整个都闻到这个茶的香气 好 那么到后期的红印呢 虽然是后期它还是一样 1950年代到现在已经六七十年 它的字体明显就比较细 小一点点 它的那个字体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字体它就比较粗 不管是省公司也好 或是中茶 这个茶字也好 它的字明显 大概可能有个0.9公分 然后这个是后期的这个红印呢 可能就是0.7公分 大概可能这字体呢 差0.2mm 大概是0.1到0.2公分左右 这样的一个初级大小 好 那么像这样的红印呢 目前为什么 各位我相信我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个 这个茶我从1988年 这一瓶茶大概在台湾成交价是5000块台币 为什么到现在一瓶超过300万 友情也买不到 因为喝一片少一片 喝一泡少一泡 所以说像这样的老红印 其实我认为如果说从喝的角度 它不应该是这么贵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 从文化的角度 从一些人渴望去追求 所谓的成年铺耳的角度 它可能不只是300万的价值 它可能更多是因为 我有我喝过的这样的一个情怀 好 那么虽然我刚刚讲的 这是红印呢 但是红印还有一个弟弟 就是这个绿色的绿印 好 可以看一下 中间的这个茶字红印 绿色叫绿印 像这个也是 好 那红印之后很重要的一个判别 各位 好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 为什么它变成七字饼 七字饼是1967以后才有 好 那1967以后有了之后 又分为这样子 有英文字的是外销 没有英文字的是边销 好 给藏族同胞他们 那个做苏油茶用的 所以我们今天不谈七字饼 那我们今天就谈这个红印 好 各位 所以当你看红印的时候 除了它的这个饼的形状以外 质体 它这早期的手工纸 所以想要买到一饼真正的油脂红印 市面上所谓的30万啊 50万啊 七八十万 全部是假的 以现在的行情来讲的话 只要谁有 现在行情通行价 通行是任何人来买卖 都是大概200多万的台币 甚至250万还不一定能够买得到 漂亮的红印 好 所以今天跟各位分享的 不是要教各位这个茶的昂贵 而是要教各位这个茶的真假 所以想要喝到好的红印 想要喝到纯正的红印 请在看完此视频之后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想喝红印 按赞 转载 你具有机会可以在我们13号抽奖 然后18号可以跟我一起喝 油脂红印 谢谢 谢谢